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一个很健康的快餐哦 巴巴记含有膳食松应有的所有营养素哦 很香 这个是用牛油 而且有放一些烤过的味道就很香 好像有一些烤了一些蒜米的味道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 这个是洋葱 还有一个柠檬 这是它说它用全部的菜来打成的一个酱 而且这边有牛油 所以就插在这上面 我说是一些他们在印度当地的一些小食 这个是印度的邻居 他准备给我们的 我们试试看 放些牛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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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来,先这样试试看 今天的开心就是邻居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他们当地的小食 就是印度当地的小食 所以就是有烤过的面包,还有就是他做的酱料 因为他们之前吃素的,就是吃栽,应该是栽 因为栽是维生素,栽是维生素,然后栽是维生素 它就是完全不动蛋和肉,还有就是纯栽的那种 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因为上次他做过一个很好吃的一个 就当地的路边小食 不过那时候我们就来不及拍,所以就错过了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 就好像一个面包 不过吃起来,哇,真的有惊喜 所以呢,这次就特地的,就是还等吃之前就先做了这个记录 因为我想,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在这个星期五就会搬去别的地方 所以就很难得下次会有这种他们做一些当地早食可以吃的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记录,也算是有把这个好吃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因为很难我们可以吃到一些就是印度他们很道地的一些小食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这个是刚刚我擦好的那个酱料在这个面包上面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吃,看它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嗯,这样基本上我嗅起来它的味道,哎,开胃 因为它的味道就是让我给你一种好像有豆 它的酱里面就好像有豆腐菜 然后再加上那个牛油呢,它是香的味道 好,可以先开胃 很香 嗯,OK 这个呢,它外皮呢,就是很脆 因为它烤过,而且是两层的烤 所以外面里面就是烤过 它是香,有那个牛油的味道 然后它的那个酱呢,就有很香的那个有豆的味道 然后它参了一些,它们那些菜啊 然后它说是把全部菜拿去搅拌 成这个它的汁 而且它是想放了很多香料 因为它们印度的香料是最出名的 然后它说,整个过程,制作过程是很复杂 我也可以相信,因为 这起来呢,它层次感很高 它就给你那种感觉就是,它第一,就是,嗅到很香 然后第二呢,你就会感觉上,哎,它在那个 这个味道方面呢,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 就是带有咸味,带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然后香味是最最最丰富的那种味蕾的感觉 就是整个都是很香 嗯,Spice 的味道 如果是在挤这个柠檬进去呢 就,哎,还有一个酸味在里面 就带有那种甜甜酸酸,然后咸咸的感觉 嗯,如果再放点辣椒,就酸点苦辣,都有了 所以,我就发现了每个国家就有每个国家的一些特点 如果我们能在每个国家找到,除了是认识到那边的人 最重要的是,连他们的文化还有食物呢 都融合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情节在里面 还有情怀 所以吃起来呢,就会,以后可能我吃二种食物呢 可能就会再想起,哎,我有这样的一个邻居 因为,啊,虽然他们搬走了 不过,哎,我们还是会保持连续的 最重要就是,认识多一个朋友 你有特别的食物想要跟我们分享吗? 请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们再来探索 各国各地有不一样的食物和美食文化 大家一起交流 好吃 我都会看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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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